自然料 人生无常 在六个月以内 我的业母和我的妈妈 相继离开这个世间 虽然已经高瘦了 妈妈已经95岁 但是内心还是不舍 我想死 并不是这样那么可怕 死就是好像睡觉一样 就像在睡梦中一样 但是可怕的是怎么样 你的魂归何处 你的魂要到哪里去 这就是我们害怕的地方 然后很庆幸的是 那么我的业母跟妈妈 都来到我们极光寺的转音站 那么来这边继续修行 所以说我们极光寺跟别的道场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就是说能够让亡者重生 不再受轮回的痛苦 不再受轮回的痛苦 然后接续走修行的路 那么有一天丢得到习王子业世界 那么也安慰也抚慰这个架眷的这个心灵 那么我想这个是我们极光寺跟别的道场 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各位能够在极光寺修行 那真的是很有福报 很有福报 那么妈妈就是上个月的七号往生 那么妈妈这辈子一生 就是把所有的青春岁月奉献在我们这个家里 那么跟爸爸就是刻苦耐劳 然后妈妈亲近持家 来抚养我们六个小孩 兄弟姐妹 那么来圆满这个家 那妈妈虽然没有受过教育 但是她对是我们很好 我们孩子很好的榜样 那么妈妈也 她不会重男轻女 她就是教导我们六个兄弟姐妹 一定要会做家事 包括早地煮菜煮饭都要会 所以我们六个兄弟姐妹 每个人都会做这些家事 那在我小的时候 那妈妈妈对阿嬷 因为我的阿公 已经很早就去世了 她嫁过来我们山上的时候 那么生下阿嬷 那么她也很孝顺阿嬷 那虽然是不愿意住在一起 但是她经常有好吃的东西 她就用走路的 走差不多二十分钟的路 然后拿去给我阿嬷吃 我拿去给我阿嬷吃 然后她对就是 两岁了 就是我的那个 阿嬷 还是阿嬷 那种人不要吵架 不曾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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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对晚辈也很疼惜 对晚辈 不管是我们这些孩子 或者是 就是我这些堂兄弟姐妹 他们也都很照顾 那么我记得在我印象当 最深刻的就是说 我们那个疫定 那个怀孕生产回来的时候呢 回到家 她就跟我说 阿嬷 你爱把阿嬷去楼上 我认为 妈妈你没想到我是爱的贏 爱不贏 她叫我爱把她楼上 她说你现在生产了 现在不能备摆楼梯 你要把她楼上去 当然也是要把她楼上去 先去楼上一次 要楼上两次 那么你看看 她对媳妇就是这种心 我都不知道 她的女孩嫁去把人家 人家把人公公婆婆 会对她 所以她对她的媳妇 将来都不能说一句话 将来都不能说一句话 她真的是我们一个 很好的典范 那么 因为是住在山上 以前所接触的都是 道教比较多 这道教比较多 就拜那个帝雅公 那么 那那个年纪的心 哇 这个社会 杀了很多 这个 鸡 我记得 过去 因为我来济光寺的时候 我们四个兄弟 他都给我们 每天都给我们传一副生礼 我们回去出牌 还有减贵 还有丁贵 我们拿回去出牌 这样 所以 所以我们都传很多鸡 但是鸡 不是 是过年过几段去抬的 不是普通时就能吃到的 那也会传低 传低的心就是 过年都会 要传到过年的心 都会传两个鸡 刚才能抬 刚才能抬 也不能抬 可以 可以 就是 卖 卖就对了 而且过年就有钱了 那时候就是 那个时候也没有所谓 众生平等的观念 因为他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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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生就是 过年过节就要抬来吃 那么妈妈呢 他就是 我们很熟悉 很熟悉 所以 我们熟悉的鸡 他都熟悉的鸡条 通常都会有一、二十只 应该有 一、二十只 那如果 杀几只以后 过一些时候 他又会买小鸡 回来养 这样子 所以说 也造了很多杀业 那么 记得妈妈 在前几年的时候 就手断掉了 手断掉了 但是 无缘无故 就去 跌倒 就断掉了 那断掉之后呢 我们就去 带他 也去 就是 治疗嘛 难道 他回来的时候呢 我看到他的手 真的好像那个鸡爪 好像那个鸡爪 他都会 他都会 握 鸡子 你要做生 都会握 你的那个 翅膀 跟他的膝 摆得好 摆得好 所以说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妈妈 那这个情形怎么好像这个鸡爪是一样的呢 那么 妈妈在安养中心也待了八年的时间 其实有几次妈妈都已经病 病危了 就是已经病危了 但是 应该说 也是我们 努力不够 我们不够用功 那妈妈又拖了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那么在 最 就是到上个月的时候 6号 我跟同修说 同修跟我说 妈妈 这次可能真的 可能要想想办法 再这样下去也是折磨 那我们是不是请师父 我们来路过音 请师父跟他讲法 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一直拖 对妈妈也是一种折磨 然后 我就跟 我同修就去请教师父 师父就是说 应该不用了 我来观想就好了 我来观想 你妈妈什么名字给我 我来观想就好了 结果就这样子 妈妈也 那个时候几乎也是昏迷 没有什么痛苦的状况之下 然后隔天的早上 三点多 妈妈就断气了 妈妈就断气了 那么也算是很安详 安详的走了 那么 那个时候刚好碰上 是我们的佛妻 那么我也不敢惊动 这个常驻书夫 那我就跟我同修说 这次 这次 这次妈妈的佛事 我们家四个人 要把他担起来 因为主 所以我们呢 就是亲近这个道场 亲近佛 正信佛教的道场 我们四个人 要把他撑起来 我们四个人要撑起来 那我同修就 就 就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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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 这样而已 谢谢我的同修 就是这一路走来 他都 包括我的爸爸妈妈 他都很用心 在这个佛事上 还有我那个孩子 然后 其实在身上 要办 要用真的佛教来办一场 这个佛事 真的是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记得我爸爸之前 在身上要办佛事的时候 我跟冯师兄 实在是遇到很大的拖则 然后 你说 我怎么用佛 因为我们要做的 跟他做的都不一样 就对了 他等于他就先帮你帮你什么受衣 什么都准备好了 什么卡尾奔 都给他准备好了 这样 那就是我们佛 我们用佛法的方式做 我们都不用这个 你看看他帮他帮他穿衣 还有要怎么 结果都没听他 没听他 没听他 现在就说 这样 你要用佛事做 这样 这样你的大茶 就是棺木 你自己要承 我不要自己承 因为山上都帮忙 就是说 谁家的网声就是 找年轻律狀的去扛 这样 再来说 你如果要用索色的牌 我们是没必要去接 我都没必要去接 我都没必要去接 那当时妈妈又在地心 听着什么 说气烦烈 说 我们一个人翁星 山上的人 戳门戒票 是什么都很反对 就对了 这么反对 就对了 那有人就是说 你们做佛事 你们用佛教 叫人上经做什么 你们都要生钱 要骗你生事 要生事 这样 那结果呢 就是 叔叔那边上去 帮我们做了一个 就是并且的功德 还是怎么样 他们看了之后说 觉得说 也不一样 也不是很旧旧来的 也不是太想象中 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到出殡前一天 出殡的前一天 就是 那些年轻立壮的小伙子 就来了 说明天我们要帮你 到庄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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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叫人也是 那个时间就是 就是开门就对了 这样 因为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有在兵役 我们在火葬场这边 我们也没有回去 只有我一些家属回去 奇怪 等到我们要回到山上去的时候 说什么都全部都吃光了 没有吃光也都包走了 都爆料 所以说 只要我们相信佛法 只要我们相信佛法 相信佛菩萨 那一定会给我们 就是帮忙我们 来解决一下这些问题 当然妈妈 经过这次的事件之后 那么 就是妈妈的佛事 就比较顺利 就比较顺利了 所谓有人说 有佛法就有办法 当然我是不够精进 我也不敢这样说 但是我跟各位说 只要你相信佛法 你有听师父微微 那这很多事情 你就可以 趋吉避凶 你就可以找到你 有什么改革的方法 所以今天呢 在这里呢 我也要这个机会呢 那么代替妈妈呢 那么像她 今生过去生 而且今世在身上呢 所杀害的那些猪啊 鸡啊 鸭啊 鸭啊 还有老鼠松鼠蛇 这些众生呢 那么求懺悔 那么不只是妈妈呢 也是我们 我们这一家都有份 我们 我是 这里跟殷勤在主呢 跟这些动物呢 说呢 对不起 我们真的是错了 我们是错了 那么也希望你们呢 就是 就是 就是经常呢 听师父讲说 你们这辈子 当动物 那么 下辈子呢 就不要再动动物了 那么能够呢 也继续留在呢 那么极光寺呢 那么一起休息 那么 早日也能够到西方极的世界去 所以各位在座 以及 那么看直播的人友呢 我们要珍惜 在极光寺这个地方呢 真的是能够让我们呢 就是 能够等于说 让死者能够重生 那么 在世的人呢 能得到心灵的安慰 这是我这一次 最深的体会 最深的体会 那么 再次 再度谢谢叔叔 还有 非常之舒服呢 不辞 这个 入土艰辛 那么到山上去呢 帮妈妈呢 做这件佛事 那再度感谢 感谢祝福普赞 谢谢各位联友 谢谢